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每天劈劈啪 劈劈啪 劈劈啪 从讲一遍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点到1点钟播出 欢迎听众们持续锁定 听众们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我们的粉丝专页 或者下载我们的POP Radio的APP 与我们线上互动聊天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有请当事人邀访的是 这个前交通部长叶框石 部长你好 光琴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部长今天邀请你来重磅评论 先要把你的职呈讲对 前交通部长叶框石 没错不是现在 这个我们开场是有缘由的 因为还有媒体物质 现任的交通部长叶框石 可能旧的这个稿子没有把它delete掉 没有换过来 这个要不要先评论一下 我非常感谢 还有媒体记者居然误认为 我还是现在的交通部长 不过我很希望能够平静过日子 不要再把我惹尽这些复杂麻烦的 这个现在的政治政务工作里面 那您觉得你名字出现在现代的这个执政 你是觉得很光荣呢 还是觉得怎么样 最好不要把我名字搞错 我觉得跟目前的市政团队在一起 我会觉得非常的羞辱 那我觉得我以前跟在这个江院长时代的时候 跟我们的很多的同仁在一起工作 我觉得非常的光荣 好今天请你来进行众磅评论 不外乎就是从过去您担任交通部长这样一个职务 然后来谈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林全院长所推出的前瞻基础建设 那我们从决策过程 然后还有内容 还有因为是个特别预算 那已经攀达这个举债上线了 其实某种程度这是可以动手脚的 那以这几个面向您来评估 您对前瞻基础建设 您什么看法 我想我们来想想看 他是为什么会推出这样一个东西 一共八千多亿 那当然一个原因可能是确实这个我们的经济不是很理想 所以用扩大公共支出的方式来提振经济 这是一个原因 我也不反对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第二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可能的就是说 除了我们因为这个经济本来的结构上的问题 经济不振之外 最近执政党在做一个年金改革 那这年金改革一过了以后 这个很多的退休人员的这个收入大减 消费一定会更减弱 那经济活动会更加的这个衰竭 你国民党戏很强 所以我认为他也可能考虑到 因为年金改革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 所以他就也要扩大公共支出 凭经济的手法 对对对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当然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这个特别 我觉得这次他们的这个经费的分配 感觉上好像对绿的现实是比较好一点 你可以趁机收到这个收买人心 绑装等等的这些方法 这是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三个方面的因素 那整个这个推出的过程 整个决策 我觉得是非常的粗糙草率 就这个八九千亿 是怎么分配 怎么决定的 尤其这个轨道建设里面居然有四千多亿 那我是觉得我很纳闷 因为像林全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当过这个主记长 那他又是财税专家 他事实上是个很严谨的人 那怎么会是这样子来推一件事情 老实说我真的是觉得很纳闷 那么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我刚刚小舅就猜想 可能是刚刚我说的那三个可能的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 当然我们讲说扩大经济 这个公共支出能够增强经济 这是比较正面的这个原因 那另外两个 让GDP能够上养 那另外两个我就觉得是说 比较政治性的考虑了 对不对 好 那假定我们就 我们基本上我们看人都比较正面去看 就是我们假定 我们这个政府执政党是非常的 这个善意 真的是希望台湾经济好 不是单纯的政治绑装 不是单纯的这个配合年金改革 做的一些事情 确实希望能扩大公共支出 来让这个经济能够发展的更好 好 那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目前的这个八九千亿的 这个前单计划 里面的前的这个预算的分配 这个产业发展的重点 我觉得也有问题 因为假定你真的要让这个我们的经济能够这个发展的好一点 扩大公共支出 特别要考虑的就是所谓的陈述效应 就你花了一块钱可以产生多少的效果 OK 那另外对于我们的经济结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看到这个刑建院版本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那他是说呢 我们预计花八千多亿呢 可以创造GDP 增加GDP九千多亿 我花了八千块九千亿增加了九千亿的GDP 这个我不知道算数是怎么算的 这是什么一回事 我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还预计可以创造出五万多个 增加五万多个工作机会 我觉得也要问呢 因为我们这里面非常多是硬体建设 所以说五万多的工作机会 像很多的是水泥方面的工作 土木方面的工作 像轨道建设 水之岩的这些建设 我猜这五万多 究竟有多少是本劳 多少是外劳 很可能五万多里面有四万是外劳 我不知道 我就说就是增加的这个 怎么计算的 是怎么来的 然后这个劳工的这个价值是什么 就是创造的这个五万的就业机会 都是月薪三万块四万块的这种工作呢 还是比较能够呢 陈述效应比较好的工作机会 所以这些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值得去 进一步检视的 去检视的 那现在呢 这个行政院匆匆的都推出这个案子以后 立法院呢 就说要办个六场的公厅会 至少办的第一场呢 是效果是让人觉得很质疑 对不对 这个封闭式的 不欢迎这个一般人进去 然后里面的讨论呢 好像 还是县市首长当学者 对对对对 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的 就我们林泉院长 以我对去对他的认识 对他的这个 这个 我是非常对他以前来讲 也是很尊敬他 很配合他 可是怎么他当了院长以后 做事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似乎跟他原来的那个风格 跟他原来的这个作风 还有他的一些理念呢 似乎有所不同 所以我觉得 真的我很纳闷 部长 您在前朝为官嘛 就是马政府时期的 这个江峰部长 您绝对会知道 过去你们在任内的时候 也订定了非常多 方向一致 也是扩大内需的这个方案 当然在这个治水预算 尤其莫拉克风灾的 这个特别预算 也曾经四个小时 就通过上千亿的这个预算 因为这是属于 对紧急 就是说比较水资源环境的 这个部分 在前瞻计划里面 五项里面是属于这个部分 但是我今天要特别 请教你 就是你交通部向下的 这个轨道建设 这个您在行的 以这一次前瞻计划 不外乎就是几个 大家瞩目的新闻焦点 基隆的轻轨该不该 新竹三百亿该不该 那还有就是高雄的 第三条捷运该不该 那您特别还提到了一个 就是轨道建设 其中在我们现在都讲 铁路地下化 可是你们之前呢 曾经行政院核定了一个 台铁桃源段高价化的工程 那现在民进长执政之后 改为地下化 就是综合 我刚刚提问的 这个属于硬体建设的部分 该不该 或者是您认为 其中有一些变化 规划 有些变化 您认为说 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会变化 您认为影响所及是什么 好 我们就针对这个 轨道建设来说 目前他推出的 4000多亿的轨道建设 好像是我的了解 一共有38项的计划 这38项计划呢 其中有23项计划 是最多最多 只是在可行性研究 所谓的这个一个 通常一个轨道建设 是第一步先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 大家觉得大致可行了之后呢 才有下面所谓的 经过行政院核定 通过了以后 有综合规划 在这个综合规划里面 就环平的因素会进来 这个路线的规划 等等啊 这一类啊 但综合规划 这个都通过了以后 才正式的可以立案 那很不幸的就是说 现在这连 可行性研究都还没完成 你说23项 有23项 那就是说 八字都还没一撇的意思 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八字都还没一撇 这里面占的经费呢 有这个占了 这个2000多亿 2700多亿 也就是说这4000多亿里面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 这个预算编列啊 是八字都没一撇的计划 那居然就要强制的 去通过特别预算 那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合理 至少你这个预算已经都 就是说你这个计划 可行性评估要通过 而且还团要是后续 对对对对 那你再来编预算都还可以啊 你这现在就先要去 框那个钱在那个地方 而且用特别预算的方法 所以这是第一个呢 我觉得是完全呢 等于是呢不照该走的预算程序 立法程序在走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刚刚问的 就是说这些几个案子 特殊的案子 我们先不要谈这几个特殊的案子 以台铁 以台湾的铁路来讲 我觉得深圳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台铁局 台湾铁路局本身啊 负债有大概目前差不多有2000亿 加上他的这个 每年的这个利息啊 等等下去啊 如果我们不把台铁局的这个这个财务的 目前的赤字 负债 还有他的这个人事组织 这个人力不足等等 很多制度上的问题做调整啊 你盖了一大堆这个新的轨道出来以后啊 他怎么维持 怎么维养 然后呢 事实上会可能让台铁啊 他的赤字继续的扩大 那这个可能造成的未来的财务的这个风险啊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个不解决等于是舍本竹墨 有些根本性的东西要解决 挖了东墙西墙 对 那提到这个呢 等于我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某一个意义上来讲的不只是轨道建设 整个的这个前瞻计划呢 就是硬体的建设太多 那我刚刚讲的台铁的这个财务要改革 制度要改等等的这种属于软体的制度方面的呢 完全没有去思考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刚刚然后我们再来看你讲的这些特殊的几个计划 比如说基隆轻轨的问题 他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台铁的轨道上加上一个轻轨啊 那等于就会抢掉了原来的那个基隆的这个台铁的客运的班次 因为这这轨道就这么两条在那个地方 对 对不对 你要放轻轨 轻轨呢通常呢 这个一次运输大概只能够运个200人到400人吧 比捷运运的中运量还要少一点 还要少 对 那原来台铁呢 这一节这个火车 一列这个火车下来 可以运到1000多人 嗯 所以你换到一个呢 听起来很好听叫轻轨 但是呢 他的那个载客量 慢轨 或者是小轨 轻轨没有错 是慢轨 没错 因为速度也比较慢 载客量也比较少 那然后又抢了台铁的这个客运量 那你这个不但没有改善呢 基隆到台北的这个客运量的问题 你反而让基隆到台北的客运呢 这个载客容量降低 速度也降低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 为什么 会有这么一个案子 你你就是说 他可能只是给一般民众不了解说 哎呀有个轻轨啊 你看我们有新的建设啊 等等的 这个是我觉得有必要呢 进一步厘清 好至于其他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的现场 今天跟我们节目进行 众漫评论的是 前交通部长叶框史 前交通部长叶框史 因为前几天这个媒体物质啊 把现任的交通部长贺成蛋 物质为叶框史啊 引起一场虚惊啊 哈哈 不过这个因为曾经做过 前朝这个交通部长 所以他对于这个基础建设 某种程度 尤其轨道建设方面 应该是有相当的行政经验啊 那部长刚刚继续谈啊 您刚提到硬体的部分 软体部分我们等一下谈 因为昨天梁文杰在我们的节目 也提到软硬体的这个部分 你软体都没有这个问题没解决 你就先走硬体 而且经济的策划哈还是走一个地方 真实大比的这个策略哈 那您刚提到就是说好呃过去呃前朝 啊或者说呃这个在这个基础建设方面呃 曾经怎么样的规划可是到后来就却改变了 还有就是说现在前三计划里面 您刚讲到基隆 何以跌床架轨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问题 那还有您还没讲完 好那刚刚您也 关群你也提到 譬如说像桃园铁路地下化 或高价化的问题哈 这个其实争议有十年以上 嗯 那最后呢 我们先不谈哪个对或错哈 但是呢 就是说其实各有利弊 嗯 地下化简单来讲呢 就是经费要多很多 好 那这个时间 建设的时间要长很久 嗯 那高价化呢 就经费省很多 嗯 然后呢 这个也速度很快就可以盖完 嗯 相对来讲就比较这个快一点解决 对一线选举支票 对对对 或者是 捡了一个彩 可能有利益他们选举 好 那但是呢 就那个时候呢 就是在我的那个时候呢 马政府那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经过完整的程序 嗯 把这个桃园铁路高价化已经都核定了 人家会不会说你们也是为选举快 然后就会花了 那是花了一些 这个我刚讲的这个从头论证了很久 整个的程序呢 是是讨论过啊 然后呢 这个我们呢 就已经核定完全 然后也动工开始做了 你可以跟我们讲为什么 好 那高说工有理啊 搞不好他不说工有理 那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问题 那已经开始做了 嗯 然后呢 换了这个地方首长以后呢 可以把一个已经行政院核定的计划呢 嗯 停掉 嗯 重新来过 这在选选举的时候 吴志阳跟郑文燦 所有的政策呢本来就是有利有弊 地方政府不同意要重新来过 可以 嗯 我们重新走一次程序以后啊 所有增加的经费呢 由地方政府来负担 嗯 那你现在把这个从高价化并地下化了以后 我想增加的经费 我不晓得确实是多少啊 应该好几百亿上千亿应该有啊 你讲增加的部分 嗯 那增加的部分现在是怎么分配的 嗯 完全是由桃源市吗 我相信可能不是 可能刚好就利用这一次的前瞻计划呢 特别预算啊等等就处理掉了 对不对啊 那我就觉得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破 我们原来很多的制度 嗯 那这样下去的话 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完蛋了 嗯 因为所有的事情是通通没有制度 没有专业的规范 嗯 只要你的拳头大 你就可以做喊的大声 你就可以做你要做的事情 部长 我们有个假设 如果我们倒过来 当初执政的是民进党 他们设定的是地下化 他又告诉你我们经过详细的评估 哦 那如果是现在是 哦 马政府要带着交通部长叶匡时 你们进去 哎 你们认为高价化好 在前朝中央核定之后 你们会被动手 呃 这个事情我认为呢 几率就很低 因为马政府呢 马总统你们都很知道 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遵守这个 交通规则的 规矩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我觉得政府的政策的延续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每一次换了一个政权 或者是换了一个首长 原来已经完全走完行政程序的 核定的 什么预算都编了 可以重新来过啊 嗯 那我认为对于做这个企业来讲 做政府的生意 或是外资等等呢 那个不确定性风险是非常高的 非常可怕的 嗯 就像柯P现在那个所谓的五大弊案的情况是类似的嘛 嗯 就是说 当然换了一个首长 就把原来已经完全走完程序的东西 都请 就是自己一个主观的意见说 哎 这个是有弊案 就把它停掉 把它毁约 开玩笑 那这个 这个这个合约啊 从此呢 变成呢 嗯 这个 形同俱文了 对对对对 这个合约没有办法 让人家给人家带来这个保证信用 那你 经济活动就要完蛋了 不然我挑战一个啊 这一次的 呃 前三计划一推出 莱英的立委 哦 纷纷上阵 尤其许淑华是南投县的 你们的国民党籍的立委 他就讲啊 很多都是爱台十二项建设里面的啊 哦 呃 怎么样怎么样 那某种程度 他们也是延续前朝的这个 哦 你们的施政 那这样不是跟您刚刚直言的 是两项矛盾的部分 没有完全没有 嗯 因为有一些是 没有错 是爱台十二建设也好 有一些确实还没做完也好啊 等等啊 但我刚才讲 拿轨道建设做例子啊 嗯 有一些还在可行性计划嘛 嗯 那你就继续走嘛 嗯 那走了核定了 钱不够的时候 你再来编预算 这个毫无疑问 您刚提出像铁一般的事实吗 二十三项 对啊 如何如何 对啊 那你怎么可以现在就先编上 框预算在那个地方 嗯 就等于告诉呢 各个地方的说 这条轨道我已经决定要做了 嗯 不管到时候呢 这个这个可行性研究 过不过 反正我就要做了 嗯 OK 那你要知道 以台湾的这个 我想这点我不会言 就是以前 包括我们在马政府的时候 在做很多可行性研究的时候 多少有些政治压力 嗯 我们可行性研究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希望从专业的角度 嗯 比如说这个这个轨道 改地下化 改高价化等等 可以这个 它的自长率可以成多少 嗯 创造的这个绩效多少 我们没有要百分之百 你至少自长率 可能要百分之二十五啊 三十啊 嗯 或等等的这些要求 否则的话啊 你财务完全没办法回收嘛 不然这个 我刚好有数据啊 嗯 就马总统自2009年起 推动爱台十二项建设 当初他们的这个经济效益评估啊 呃 当然有包含政府跟民间的投资啊 算进去 合计投资是两兆一千亿元 GDP就国内生产毛儿 效益啊 原先有一段评估 可是比原先的评估一兆八千亿 啊 这个你看一兆八千亿 比刚刚讲的两兆一千亿 他还少了三千亿 等于说这个计划最终 亏损了三千亿 就倒贴了三千亿 当初马英九政府 你们在做的时候 不也提到说 会增加多少工作机会吗 那工作机会 这也比原先的预期少了六万人 究竟那个两兆多都执行完毕了吗 没有吧 两兆多 你的意思就是说 呃 要等执行完毕以后 那个数字才能够做根本 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 那就是当初的 他有这个规划 没有错 是不是全部执行完毕 我不确定 是是这要精算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觉得要了解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呃 我也我觉得意思就是说 我我觉得新的政权来了以后 很多的政策的调整 哈 检讨 我觉得是合理的 本来就要嘛 拜人民换换政权 干什么 对不对 可是我刚刚就讲的 就是有一些 譬如在可行性计划的时候 对 有些根本还没有提出计划 大家做调整 这OK 你的意思是说方向对 您刚刚也没否认了 但是你没有全盘推翻 没有 只是针对 你端出计划 我们细细来检视 对 所以您刚刚抓出的要领 就说 好 原先多少项 其中至少23 23项很多 对 如果都是在进行可行性评估中 对 IMG的状况 这样 对 哇 那八字没一撇 就这样推动 对 说实在的 这是可以受到公平的 对 那不然你刚刚提到软硬体的部分 您特别标举的一个案子 是在您任内推动的 可是后来遭到废标 就是国内第一座 邮轮专属码头 呃 澎湖的金龙头 邮轮码头 开发案 对 那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什么 外资可能他们后来打退堂股了 是 这就是我们讲软硬的部分 对 就是说这也是一个非常 那个投资案 我跟当初我们跟这个 呃 世界 这个前三大邮轮公司 皇家加勒比海 签这个约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我觉得呢 在台湾难得 外资投 这个进来 而且是以 游 娱乐 这个旅游为主的这个投资 我们早期曾经有过那个环球影城 要投台东月媒那边 后来又出了一些状况 对 就没有 很可惜 很可惜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能够带进这种国际级的 游乐旅游这方面的投资的话 可以创造非常大的这个经济效益 然后也可以带来很多不一样的经济发展的方向 那那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有象征性的意义 也有实质上的意义 那我的了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后来呢 皇家加勒比海跟这我们的港务公司呢 因为呢现在这个两岸的一些问题啊 好 这个陆克也不来了等等啊 那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旅游在这个建设下去啊 他的绩效会怎么样 他们就开始有点 嗯 质疑了 对不对 那他们也不是要打推堂鼓 等于就是说那大家来讨论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 有没有诱因 有没有其他诱因 是 或什么之类 那我认为呢 从政策的角度 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大角度来讲 我们应该无论如何继续的跟他谈呢 想办法强化这个诱因 让他愿意继续的来做 那他那个时候 他的要求可能是暂时再缓一年 或什么样 那我们就是说 哎 期限就到了 完全不能再再缓了 就废标了嘛 那那当然我了解这个一些法规上的一些规定 那你还是可以继续的谈啊 去做些调整啊 等等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呢 是似乎这个政府呢 对于外资啊 对于很多的外商啊 我觉得似乎完全不重视 拼命在做自己向内看的很多的 这外资也不来了 投资很低 国内的投资 自己的这个民间投资也非常低 非常低 对 好 所以经济当然就就不会好 经济不好 所以没办法了 所以他就开始想要用扩大公共建设的方式 去来刺激经济 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都硬体 扩大建设建设这个国内的公共建设 它能够创造经济效益是什么 它能不能永续 它能不能因此呢 带动其他的经济活动 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就看有没有对症下药了 那如果我们讲重蹈覆测 你不要讲说这个其他的硬体部分 你就拿昨天炒的不可开交 那个水资源环境的问题 2500多亿 你看每个人上阵 尤其是学者真正的学者专家 包括彭启明 包括陈娇华 他们是陈娇华是环团的 你想想他们也质疑说 这16年来 包括朱淑娇 他的专栏里面有写 16年来 五个特别预算案子 如果再加上这次前瞻计划 编了2500多亿 那就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16年来 我们砸了 要5300多亿 可是我们治水的绩效在哪里 这是我们刚刚探讨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跟叶前部长来谈其他的议题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黄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POP抢先报 下时间11点35分23秒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黄光晴 我们《重磅评论》 今天邀请的是 前交流部长叶匡时部长 先跟您交换一个 各身自身感受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们家以前 房子买在机场 机场捷运线的对面 现在搬走了 那时候就说 期待机场捷运赶快通车 因为搞了从规划开始 刘兆玄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搞了25年 你真的认真算 中间很多关卡 包括长生案 后来什么积电问题 土木盖到那边 弄得好好的 结果要等那个 积电不行 后来搞到这个 一直到马英九执政 到后期 其实我私下了解的一个状况 就是 其实那个时候 所谓的四千多项 是民进党后来丢出来说 四千多项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 而且一位 权威人士 他私底下跟我讲 他说 其实那个时候 马英九还没有执政结束的时候 其实早就可以通车了 是 交通系统里面的 某个关键人士 他一直在卡 卡了以后 他在这个政党轮廷之后 他再朝围观了 把这个当做一个大理送去 但是我们结果论 我最近常做积节 对 有两种 这个可能性 第一个表面上真的是一个 值得庆贺的事情 而且加注于绿营 绝对是一个 绕到他们身上的政绩 但是呢 之前跟昨天 有一位绿委 同一位绿委 是交通委员会绿委 他之前就跟我讲 光潜啊 这个通车以后 你不要去做 可是我们做了以后 昨天 他跟我先生讲说 你有去做 你叫狗 所以我针对积节这个问题 于政治面 或者于这个实质面 这个安全系统的这个部分 我想就叫前交通部长 叶皇使叶部长 我想这个当然说来话很长 为什么会搞二十多年 原来是个BOT案 然后长生那时候 后来又废标等等 这个就我们就不谈了嘛 那等到后来政府拿来 自己用公务预算 开始做的时候呢 这个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绝标 得标的厂商是婉宏 那是在扁政府时代的时候做的 那其实有很多人 对这个有质疑 就是按原来的交通部的 这个招标规范来讲的话 婉宏他是商社 他并没有真正的 以前做过捷运的经验 他怎么够资格来做这个标呢 那时候也一个很重要的 交通部高官呢 去了解是到日本去访问了一下呢 回来来把这个招标规范 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呢 就后来婉宏就有机会得标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不幸就是呢 当婉宏得标了以后 因为他是商社 他并没有技术的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真正的 以前的这个捷运的经验 然后他再找相关的厂商来做呢 所以这个整合的过程中 这个计划管控的过程中 就他也很倒霉 吃了很多的苦头 我们这个政府单位也很倒霉 吃了很多苦头 所以这就种下呢 真正开始执行的时候 都是马政府的时候 但是就种下呢 这个捷运会一而再再而三 延误的结果 好了 延误的时候呢 事实上确实呢 在马政府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呢 虽然延误啊等等 总算通通都弄完了 也中过很多的测试了 大致来说已经没什么太大问题 是可以通车了 但他其实这里面确实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当初在招标规范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合约里面讲呢 比如说呢 从这个台北到桃源机场呢 必须这个 我忘了一个在详细确切的数字 比如说必须是35分钟内到达 那他怎么做怎么测试呢 他没办法35分钟 他可能36分钟37分钟才能到达 就是总是卖个一两分 那在这个所有的工程约里面 就本来这个就是可以协商的 他比当初他讲说要35分钟 那他现在剩下37分才能到达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种罚款的方法 罚他一个钱 然后就同意让他就通车了 对他们有个技术名词 对对对对 后来绿营也用了这个技术名词 对对对对对对 那那时候本来马政府的时候 就是我想是毛泽国在当院长的时候 本来就是类似想要这样子 就让他通车了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桃园市政府就有意见了 因为桃基这个公司是属于桃园市政府 那他们基本上显然就是不愿意 然后呢很多绿色的立委也就攻击 说怎么可以妥协等等等等 然后也因此提出一大堆的 所谓的安全问题 等等等等的就技术性拖延嘛 一直拖到扁政府的时候 我也很佩服他们 不是扁政府就是这个这个小英政府的时候 就是说那么短短的时间呢 有三四千项的 我不好就这你 是因为你们脑子可能都是 就小英政府就现在的政府 对对对对现在政府呢 大概几千项的这个这个 这个错误啦问题啦缺点啦 哎一下也通通都解决了 对对对就可以通车 好像变魔术一样的确 所以呢这个当然呢 我我认为当然是有政治上的考虑 对对对 就是不希望这个通车的官皇落在马政府 是 所以我觉得我认为是当然是有政治 因为我我我我我不信口开河了 哦有缺陷的消息管道 而且呢你用一个逻辑性思维嘛 这个没有到多少时间前面不行后面就行 那这个安全上的这个考量 以前多半都是律委 真的这个少数几位他们主打的 对那怎么到执政以后 哎完全晋升了 那私底下才告诉我们 光姐你讲了你别去坐了 好这是积极的问题 那其实在稍早前 呃就想邀请叶光石部长来 呃我们叫个前部长好不好 因为这样会搞混了 是是是 前部长 呃其实就很想邀请这个前部长您来了 就是因为贺诚丹部长他上任以来 两次重大车祸 一次是这个东北团嘛 一次就是蝶恋花事件 那时候蝶恋花事件想邀请你来就是说 我们的交通运输尤其游览车这个部分 呃按照目前贺诚丹 贺诚丹部长他的改改进 或是宣示您觉得够吗 真正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游览车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呢都靠航了很多就是这很多游览车其实都是一个人自己一部车子然后靠航那基本上呢等于就那那个游览车司机他就是老板所以他的这个是要开车开多久了他为了赚钱多开了或是少开了等等的很难管理 嗯 ok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靠航的关系呢 大家又常常有的时候恶性竞争 嗯 所以把价格砍得很低等等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根本上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游览车呢 哦这个靠航的问题解决 嗯 然后呢这样游览车稍微大型化一点 哦那就是说全台湾可能就几个重要大的游览车公司 那我认为管理车的制度对于司机的管理各方面就会好很多 可是凭良心讲呢 这个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你要管什么一两千部游览车 嗯 然后司机 然后这个司机现在是专属司机 没有这个车子不是他的 是开公司的车子 从管理的角度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嗯嗯嗯 那我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说 我们台湾很多企业呢 嗯 这个管理的制度啊 嗯 水平啊 没有提升 嗯 一直用这种靠航啊 外包啊 切小包的方式去啊 做很粗放式的管理 这是我们台湾不只是游览车行业 很多行业啊 嗯 这个竞争力在国际上无法提升的关键 是 部长如果呃 我本来想问的问题 我用一个包装啊 如果你是贺成蛋 碰到两次的重大车祸 死了这么多条人命 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只惩处两位下属 局长 然后自己的政治责任完全不负吗 如果是你的话 我认为 当然这两个事情是看什么事情 第一个是因为司机自杀嘛 照照我们的那个报道是这样吗 你说前面的 对 第一个那个大陆团 大陆团 嗯 那第二个这个问题呢 别人花 是因为这个司机呢 这个超数嘛 啊 平良英讲呢 从我们先不谈其他问题 某一个意义上都是司机 嗯 人为疏失 或人为的错误 嗯 那我们很fair的 在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说要求 比如说部长负政治责任 有没有这个必要 嗯 这是可以讨论的 嗯 好 但是呢 如果我是部长至少呢 好 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我不会去惩处那两个局长 嗯 我会要他们呢 好 在思考怎么样做根本上的改革 嗯 未来能不能避免这一类的事情再发生 好 因为确实我们过去多年来 几十年来呢 我们的游览车事故 一而再再而散的发生 嗯 OK 尤其是第二 第二个蝶恋花那个事情 就是标准的是跟游览车 管理的制度是有关系的 嗯 那第一个有人要自杀 有的时候 嗯 前面那个同归于尽的 对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评论 对 前面不算的话 蝶恋花事件 对对对 它其实某程度是管理的问题 对对 绝对是跟管理制度 跟我们的很多的旅游产品 各方面都有关系 嗯 好 那我为什么说呢 在这个情境下 这两个局长被惩处 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 是第一个 这两个局长都是贺城部长 上任以后才掉的 第一个 才新任的局长 没有没有 大概当不到半年吧 嗯 呃 一个是从台铁局局长 调过来当官公局局长 嗯 一个是呢 从这个高工局局长 调过去当公路总局局长 嗯 那当初在调这个局长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就已经有质疑说呢 嗯 你是不是做专业的考量 嗯 你怎么把台铁局局长 对对对 官公局局长 你是把这个 你怎么把公公局调 公路总局 对对对 好 已经有人有这个 你意思说任命就有问题了 谁用他们这个 措置的这个 就是说你 你既然 就是说已经有人这个质疑 不认为 这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干部了 嗯 可是呢 就是说 你让他短短内内 这个 这样负责 这里面要负一些这个责任呢 这是不是合理 好 我们因为时间因素 这个议题就跟部长讨论到这边 我如果是喝成蛋的话 我会学黄昏辉 我也会学过去的蒋燕氏 我会付出政治责任 那我负责任 我也陈楚那两位局长 好 我们修一下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刚跟这个叶框石前部长 谈这个议题式的 我这样问几个 他个人的问题 最近你好像差一点啊 就要面临被逼退 因为您现在身兼一个 齐交所的纪力委员会代表 请问这是什么植物 怎么会火烧你 而且发动的那家媒体 他这篇报道 打你跟丁克华 把你们归类 你刚刚说真是肥鱼所思啊 林权院长 把你们归类于他的人嘛 这个部长 可以跟我们讲这个栏龙区吗 你现在是这个什么职务啊 这个其实我告诉你 我已经辞掉了 你已经辞掉了 因为啊 还被逼退成功啊 就是很无聊的职务啊 因为呢 事实上尽管会有要求 这些什么正旗会 这个什么旗交所 交易所啦 等等这些单位 都要有一个委员会 就是叫做纪律委员会 这就好像这个电视台 都有被要求 NCC有要求 他们一定要有个伦理委员会 那你 我相信你很了解啊 比如说电视台 那个伦理委员会的委员 你觉得他在干什么 有什么事情 就是一个月开一次会 然后呢 发生过新闻伦理的问题 大家觉得 哦这个处理合理不合理 你别讲别的 NCC或者是其他的 这种特殊组务 他们还有政党比例代表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怎么可能是 那我们这个 纪律委员会 其交组的纪律委员会 就是每一个月开一次会呢 然后呢 在这个期货证券交易商 期货交易商里面有一些违背 期货交易的规则的时候呢 那其交组要处罚他 处罚完了以后 就拿到我们的这个委员会 看一看说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就大家就通过了 一种形式上的一个程序而已 那你干嘛迟呢 那这个 这个当然就是 我们私下在告诉你 为什么 私下 哎呀听众朋友觉得你偏心啊 那个主要是因为呢 我觉得很无聊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觉得 这个一个月开一次会 没有什么时机的意义 那也没有什么钱 这个算不算是在朝为官 这不算是官派 不是官位 这是期货所的董事长 他指定的 那通常他的组成是 三位期货所的同仁 三位学者专家 三位业者代表 一共九位这样子 就这样子 然后一个月开一次会 每次开会 我跟你讲 都是十五分钟就开完了 OK 对 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那真的是干脆辞掉算了 不然人家会觉得 你干嘛在绿桥下面为官 对啊 我就讲就算了算了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重此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 对对对 芝麻绿豆都算不到 对 那你为什么跟丁克华 高铁现在新任董事 被并列呢 是一团 然后同一个事件在探讨呢 有人讲说 是不是你比较适合做高铁董事 他比较适合做政交所 基地委员会 我的感觉 因为我那个 如果这个记者有一点水准 我相信 现在已经撤文了 删文了 真的啊 再没有水准也不会也不会说不了解到这个齐交所的这个这个纪律委员会是个无聊的这个工作嘛 我认为我我的判断我只是不知道 就是说可能有人对高铁的读董比较有兴趣 然后呢 丁克华被爆派说可能要去当高铁的读董 那他们就有人想要搞他 对不对 但光单独针对他 针对性太强了 把我顺便的也放进去 不是 因为我已经当了一年多 我跟你讲 如果单写丁克华可能新闻效益没那么大 抓一个夜光死 哇 那个新闻效益就很大了 是啊 冲突非常强烈 你知道吗 那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啊 我好多朋友以为我又当了什么伟大的这个职务 而且差点让你晚节不保 想说绿朝执政的时候你还捞到位置 好多人就送简讯给我 打电话给我说恭喜你啊 那你跟林全什么关系 一定有很多人这样问啊 是啊 确实是这样子啊 那独派又说林全你干嘛都用这个老蓝蓝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 是是是 我也很感谢 还有这个媒体愿意记得我 把我拿出来当作陪衬一下 其实我常常就说不因人肺炎 在某个议题上面 这个部长 您确实担任过交通部长 就是我们 就希望你来重磅评论的这样的一个正当性 那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你都被人家归类老蓝蓝啊 虽然你没那么老啦 老了 我心还很年轻 中老年 我们年纪差不多 就是说 既然你都被人家化归这样的 那你就干脆立谋他途 反正你也辞了嘛 你现在国民党有任何职务吗 智库或者什么 没有我是智库的也一样就是叫做所谓的资深顾问 对不对 资深顾问就放那边顾而不问了 你没做什么事情 有问哦 你有脸书问哦 还跟蔡振元两个唇枪舌战 那个完全是个人行为 对对对 反正那是旧闻了啦 那问一下 就老是有这个爆派 说你要选党主席 现在是变成正式是笑话一桩 因为没选啦 我这个觉得 我还不够资格选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是中央委员 或承认中央委员 这个先前要打听一下 不然在我们媒体也闹笑话 先前我们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还有这个条件 但是有人传过 你要选台北市市长 这是一个hardy issue 那你来yes or no 我就开玩笑说 我这个人不在江湖 江湖老是有我的传言 我并没有要选台北市市的 没有没有没有 百分之一百 目前没有这样想 张三振张前院长 他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 那你留了一个零点 有一点嘛 对对对 有人就会揣测了 所以那为什么 吴峰又起浪了呢 我不晓得 因为这个 或许因为我喜欢 有的时候对公共议题 发表一些看法 或者是我喜欢 开开玩笑啊 有人跟我开玩笑 我就跟他开玩笑啊 所以可能就有这样的传言 那您现在长风基金会 就江一华前院长的那个基金会 那江一华又要选总统 我看之前有半个百言 也是這樣子延伸下去 我不能帶他發言 這個你要問他 你不能把機會給封死了 對對對 好那最後還有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這個前部長 其實您對於國民黨 真是非常的憂心 對 那甚至放了一些泡 就是說什麼叫做進太平間 就你有你的緣由 最後一點時間 是不是給我們期許一下 國民黨的未來 永遠就這樣打趴在地上 這也不是辦法 我覺得國民黨一定要洗面革新 徹底的做檢討 過去的那一套方法觀念 做法已經完全落伍了 他到現在為止 很多國民黨人 還是沉迷在過去的那種 樁腳政治 由上而下的威權式的方法 還相信所謂的黨機器 這通通都不對了 要徹底的本土化民主化 或許不要講本土化 徹底的內造化 OK 就是說怎麼樣讓這些黨主席 黨代表 是真正有政治實力 真正有代表性 同時有論述能力 勇於敢於做出好的論述 同時勇於面對自己的過去 做一些改革 有一些是很好的 你就大膽的講出來 怕什麼 本來國民黨過去這幾十年 在台灣也有很多貢獻 為什麼不講 有一些確實有問題 那你就好好檢討 我們不能夠再去犯這些錯誤 就是說不洗面革新 做基層從下而上的徹底改革 那是沒有機會的 其實就是說不要做列寧式政黨 絕對不能做列寧式 不要做威權獨裁的政黨 那現在很不幸的就是我們的這個黨中央 似乎還是懷念那種列寧式政黨的領導方式 這簡直是荒謬到讓我難以想像 是黨中央意有所指喔 今天非常感謝前交通部長葉匡時 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謝謝光琴 謝謝各位聽眾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二個小時的節目 我們專訪的是陳其邁 他是現在角逐民進黨高雄市市長黨內出選 也有人說我要跟陳其邁選高雄市 是呀太帥了 我們馬上回來